将修行落实于生活 将佛法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八 谁恕复入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随开皇十二年 仁子岁 有沙迷道信 年始十四 来历僧灿大师曰 愿和尚慈悲 其余借托法门 试问谁妇如 约无人妇 使约何更求解脱乎 信于言下大悟 我常在思维 谁绑住了我这个问题 对于结婚的人来说 或许认为是被家庭绑住 对有事业的人来说 也许认为是被事业绑住 对有病苦的人来说 一定认为是被身体绑住 不许认为是被人事所束缚 外境所牵 自身所脑 但归咎起来 无人绑我 只有错误的支箭绑自己 故三祖僧灿问 谁妇如 道信答 无人束缚 如果能领悟此理 就无束缚之事 又何必再问如何解开呢 故师问 何更求解脱乎 道信言下大悟 为禅宗四祖 为何人会诸执着境界 因为总认为境界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见相就着相 无法离相 就随此境界而转 顺境则生喜乐 逆境则起痛苦 随生灭的现象而有得失 得的时候 害怕失去 失去的时候 想要再得 得到之时 心增贪欲 失去之时 心增嗔恨 不论得与失 心中的贪嗔 不断增长 内心的烦恼 不停增长 自心的无名 越来越重 最后 使自己掉入 又被苦恼的深渊 让自我折磨的心 重复生起 一念 一念 一念苦 一刻 一刻苦 一时 一时苦 一日 一日苦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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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苦 一年 一年苦 一生 一生苦 生生世世苦 轮回不停 永无止息 身处地狱 万劫 不能脱离 这便是 灼净 生灭期 我们还想过这样的人生吗 再愚昧的人 终有清醒之日 难道 有幸听闻佛法之人 还不觉醒吗 处在困境 要从困境中走出 处在忧郁 要从忧郁中觉醒 处在痛苦 要从痛苦中起来 处在烦恼 要从烦恼中觉悟 那 我们又如何解脱呢 首先 知道一切现象的形成 由因缘合合而起的 因缘条件成熟则生 因缘条件消失则灭 如下雨 达到降雨的标准 才会下雨 条件不足 自然雨停了 降雨 非无因缘 而雨自下呀 又以人来做比喻 有缘而聚 缘尽而散 聚时 要之中散 故不足喜 散时 还会有聚 故不足忧 何时聚 又何时散 因缘成熟则聚 因缘消失则散 用不着 我们担心 挂爱 若能明白 因缘聚散的道理 自然 就能一切随缘 而后 活得自在 再来 知道一切现象的真相 就如知其本质 并没有不变的实体 我们姑且称它为 空 故金刚经有言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现象 本是虚妄不实的 是自迷不悟 以假当真 所以 执着一切境界 让心生痛苦得失 念念 烦恼不停 若能误此理 便能 离尽 无生命 最后 以智慧 观照所有诸法 面对一切境界 察觉 是变化无常 没有恒常之想 故说虚妄 既是不实 便如人做梦 梦醒之后 本无此事 透过观照 而深知此理 再也不生贪爱直取 亦不产生 嗔恨舍弃之念 遇到境界 现前 自然 就无取舍之心 而念念 平等看待 从此 不被任何境界 所束缚 当下 解脱自在 文后思维 什么束缚了你 心平 何劳持戒 行职 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师开示 感恩达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 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